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从小教导自己的孩子 要他们学会分享呢 因为自私和自我 是人类犯罪之后的每个人的天性 所以每个人一出生 他就是自私 他就是自我的 以至于我们在从小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教育他说 你要学会分享 那什么是分享呢 分享就是原本本来是属于我的 我无条件地赐予别人 所以因此有人说 分享是什么呢 他说分享是一种博爱的心境 他说你学会了分享 你就学会了生活 当我一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 为什么都是学会了分享 我就学会了生活呢 哦 我说我知道了 因为人本来就生活在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 人喜欢生活在 爱与被爱的环境里面 这个爱与被爱的环境 是需要我们各自去经营的 这个经营的过程里面 分享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又有人说 分享啊 他说是一种思想的深度 他说当你深思的时候 你就分享了朋友的喜怒哀乐 如果当你经常地去思考别人的处境 去理解别人的处境 所以他说分享就是一种思想的深度 他说在你思想的同时 你就体会到别人在处境中的喜怒哀乐 还有人说啊 他说分享是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信念 他说你明白了分享的同时 你就明白了存在的意义 是的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今天能做到这里 难道我们所得到的 不是一种分享吗 就是因为我们的神 他愿意把他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 赐给我们在座的美味 以至于我们这群罪人 可以因着神的这一次的分享 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的生命完全地被翻转 让我们因此可以享受着喜乐 平安 光明和盼望的人生 所以分享的确是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信念 你明白了分享的同时 你就明白了存在的意义 既然如此 因着主的大爱 因着主的祝福 因着主的怜悯 因着主的分享 让我们今天拥有了如此美好的生命 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因此可以坦然无惧地坐在这里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们的人生不再是昏暗 我们的人生不再是内容 在魔鬼的压制底下 无奈 无助 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 我们却拥有了 我们想拥有的那种 人本来要拥有的人生态度 既然我们今天拥有了 那我们的神又给我们一个使命 一个什么使命呢 神说你拥有了我所赐予你的 他说你要把你所拥有的这一切 也愿意分享给别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得到神的恩迭 得到神的祝福 得到神怜悯的每个基督徒 我们要学会乐于与人分享 那分享什么呢 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 我今天我有食物 给别人分享食物 当然很好 你说我所拥有的有一些物资的东西 我跟别人分享 当然很好 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们有更重要 我们有更有价值 我们有更有意义的东西 可以跟别人分享 因为你的分享 可以带给别人 一个永恒的价值 和一个完美的祝福 那我们到底乐于论分享 分享什么呢 我们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我们有分享自己生命的见证 分享自己生命的见证 我们知道 做见证 或者 听别人做见证 是基督徒生活中 必不缺少的一部分 有时候 你可以听到一个人 来做见证说 我的生命如何整个被翻转了 你有时候 会听到一些人 在细微的事情上面 经历了神 经历了神 奇妙的安排 不管是生命的淡发转 还是一个细微的小事上面 经历了神的祝福 这一切都可以成为 见证 精彩的内容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不管你约读了多少的 伟人的传记 和著作 有时候当你读到 一篇 一个基督徒 平凡生命的改变 一个基督徒 朴实生活的见证 都会令我们 感动不已 是的 确实 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 它是带着 莫大的说服力 和带着 莫大的感染力的 因为在我们的见证里面 是耶稣基督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真实的作为 和他那全能的展现 因此为什么我们今天 教会里面一讲到传福音 大家都说 我们做见证 什么做见证 做见证 其实还不仅仅包括 讲我们自己的经历 做见证 也是包括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 把我们所经历的 把我们所得到的 把我们所依靠的那位神 也借证给别人 因此传福音 基本上就离不开 为主做见证 那有人在问说 那我们到底如何做见证呢 我在这里讲了两个必须 我做见证第一个 必须是生命的经历 做见证的人 你必须是自己 亲自敞过主恩之位的人 你所讲出来的 那个生命的见证 你才能吸引人 你才能造就人 你也才能祝福人 各位生命的经历很重要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如果我在这里 跟大家做见证说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们大家 我精彩的一生 我经常的一生 我就是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睡觉 我睡醒了 就是吃饭 吃完饭 晚一回 我再去睡觉 睡完一觉 我吃东西 吃完东西 再晚一回 晚一回 再睡觉 睡觉 再吃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见证 你们爱听吗 不会 你们觉得说 哇 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呢 对不对 那如果有一个人 做见证告诉你说 哇 他的人生经历了高山 经历了低谷 他的人生经历了 很多生命的挣扎 他的人生也经历了 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 因为我们的主的亮光 照到他们生命中的时候 他的生命被改变了 他的罪被处去了 因此他今天的人生 变成如此的美好 如此的喜乐 如此的有盼望 哇 我们听着就哇 很好很好 这个生命的故事 变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做见证 如果要别人分享 生命的见证 必须你所讲的这个见证 是你自己生命的经历 这样的见证 是最容易打动人 和祝福人的 第二个必须呢 做见证 必须要真情流露 为主做见证的人 我们必定要真情流露 不要做作 也不要隐藏 如果做作 会那么别人觉得 你的见证不真实 如果隐藏 你大大的会感染了 解少了你见证的感染力 所以做见证 最好的方式是 你必须使生命的经历 你必须把你生命的经历 用真情流露的方式 所见证出来 是的 其实神赋予他 每一个儿女 都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每一个人 门招的历程 以及每一个基督徒 成长的阻迹 都很不一样 有些人曾经罪恶滔天 做尽坏事 最后被主的爱享福了 有些人受尽迫害 经历苦难 经历生离死别 最后在主的恩迭里面 找到了归宿和平安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 他的一生里面 似乎无波无蓝 在平凡的日中中 却与主相遇了 哪怕是 那些最平凡的人 他与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特点 不管是经历罪恶 滔天的 不仅不管是 历经苦难的 不仅是 不管是 你的一生是 无波无蓝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完全 被罪恶所败坏的罪人 我们的内心 有永远铁不满的欲望 我们有扭曲的价值观 我们跟身边的人 彼此伤害着 并且你自己 也永远感觉到自己 无法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 即使你是最平凡的人 只要在你的生命 见证里面 有着对自己罪的看见 有着你在罪中的挣扎 彷徨 迷惘 困惑 你有到处罪带给你 以及身边的人的种种伤害 你有讲出 圣灵在你内心中的 责备或的感动 有你在主耶稣基督 那十加灭气的 认罪悔改 如果是这样 你这个见证 就已经不同凡响 我们要知道 罪人悔改本身 就是神奇妙的神迹 一个罪人悔改的本身 这就是出于圣灵 大能的工作 这也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 对世人拯救计划成就的 一个个活生生的证明 因此 任何一个讲述自己如何得救的见证 都必须与罪决裂 任何一个讲述自己如何得救的见证 都必须有悔改的动作 任何一个来讲述自己如何得救的见证 都必须是依靠十加的恩典 我们才能余生和好 这样的见证 不可能不感动人 这样的见证 也不可能不带有福音的大能力 我们刚才所读过的主题经文 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一到第二节 那里经文怎么说呢 那里经文说 约翰说 乱到原有的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写谢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父同在 且写谢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在这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约翰的见证里面 他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他说 我今天跟你所见证的 不是一般的见证 我今天跟你所见证的 是跟生命有关的 这个生命之道 并且这个生命之道 不是我指上谈兵 我从指上所看到的 从书上所读到的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有生命经历的 是我所听见的 是我所看见的 是我亲眼看过的 是我亲手摸过的 他说 我并且今天告诉你 我所经历过的这个生命之道是 为什么呢 他说 我就想把这个生命之道 传给你们 传给你们 这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 所以在座的各位 我们是否也可以学习 像约翰一样 他把自己 从神那里所经历过的 那个生命被改变 所经历的那种精彩的生命经历 去传选 去传递 给我们周遭的人 我相信这样的分享 这样的见证 神一定会通过你 成就大事 各位 并且 我们有这样生命经历的人 你要 学会 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是说 我所听见过的 我所看见过的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以至于怎么样 我不得不说 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十九到二十节 有一段很有趣的经文 这个经文是讲到了 彼得和约翰被抓起来了 被抓起来之后呢 他就讲了很多的分数 关于我的信仰如何 以至于在这里 他讲一段话说 听从你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 你们自己主谅吧 特别很重要的二十节 他说 我所看见的 我所听见的 我不能不说 所以在座的各位 神给我们有这样 美好的生命经历 以至于我们要学会 把我们这个美好的 生命经历 这样的生命见证 面对那些不幸的 亲朋好友的时候 我们有抓住机会 我所看见的 我所听见的 我所经历过的 我不得不说 那至于结果如何呢 一切交给神 如果我们做了 我们该做的 神就会祝福我们 所做的任何的一个服事 所以我们基督徒 要学会与人分享 分享什么呢 第一个分享 就是分享自己 生命的见证 我相信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把每一个人 不一样的生命见证 分享给一切不幸的人 他们可能因着 我们的生命见证 从你的见证中 认识了这位神 让祂的生命 跟我们一样 共同地被反转 让祂的人生 充满意义 盼望和祝福 我们基督徒 要乐于人分享 第二个 我们要分享什么呢 第二个分享 就是学会关怀 关怀别人生命的需要 这是基督徒 第二个很重要的分享 什么是真正的关怀 真正的关怀 就是愿意去关心 挂念 在意别人的景况和需要 并且我们可以 用实际的行动 去帮助他 有人会觉得 哇 这样的描述 太表面 太呆板了 那到底如何 愿意去关心 到底如何 愿意去挂念 到底如何 叫在意别人的景况 和需要呢 到底我的实际行动 要到底到哪个程度呢 好像都没有一个 很好的 一个统一的标准 保罗 用了一个字 去形容 或者说去描写 我们要关怀 别人的那种心境 你们猜 保罗用哪个词 保罗在圣经里面 用了一个词 去描述 要去关怀 别人的那种心境 这个词叫 忍 忍耐的人 我们去看一段经文 保罗在《帖撒伦家》前书 第三章 一到第六节 这里经文怎么说呢 保罗说 我既不能再忍 就悦意 独自地 等在雅典 打发我的兄弟 在基督福音上 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 兼顾你们 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 劝为你们 免得你们 被诸般的泛难咬动 因为你们自己知道 我们受泛难 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 遇些告诉你们 我们必要受泛难 以后果然应验了 你们也知道 在接下句第五节说 为此 我既不能载人 就打发人去 又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 恐怕那诱惑人的 到底诱惑了你们 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土兰 第六节说 但提摩太刚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 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 报给我们 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 切切地想借我们 如同我们想借你们一样 各位这段经文里面 是描述着保罗对帖撒罗尼加教会的那种召集 那种关心 那种挂念 想在意他的景况如何 为什么有一个背景 如果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 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在帖撒罗尼加传福音 以至于帖撒罗尼加城里面开始暴动有乱的 可能有人去反对他 以至于到最后为了保证保罗的安全 而他呢要退回到了雅典 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 心里很着急 那到底这个帖撒罗尼加教会 会不会因为那一次的世界 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 他们的信心被动摇了呢 他也知道在帖撒罗尼加的教会里面 也有一些信仰不存正的存在 那些人会不会去诱惑他们 离开真道呢 所以他就极其的担心 所以以至于他非常非常的想念 和挂念和担心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弟兄姐妹 但是他自己没法抽身 所以他第一次就打发他的同工提摩泰 到了帖撒罗尼加 去兼顾他们 去劝慰他们 但是他在亚迭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到了附近的一个 邻近的一个城市 叫哥林多 但是到了哥林多之后 他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着急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从提摩泰返回 有任何的消息 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他准备再打发一位同工去 胆态消息 结果在这个时候 提摩泰回来了 提摩泰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 带来的是好消息 以至于让他非常非常的喜乐和安心 所以各位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保罗去关怀别人 他的心境是什么呢 就着急到 我不能再忍了 我再也不能再忍了 我想尽办法 我也知道他的情况如何 想尽办法 我也如何地去知道他们怎么样 所以我怎么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好好地去帮助他们 真心地关心别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父母都有经历 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常常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 甚至到了一个结婚的年龄 他可能出去约会 如果当他出去参加一些活动 或者party 或者约会的时候 当他半夜还没有回家 你担心不担心 一定会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乎他的安全 所以你会像保罗一样怎么样 忍不住地 忍不住地 给他打电话 问问他的情况如何 那如果他打电话过去 他没接到电话 因为他玩得太高兴了 他就忘记了接你的电话 你可能会越来越紧张 因为你在在乎他 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 到底为什么他不接我的电话 到底为什么半夜不回家 你就会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着急 你就会想尽办法找他 找他的朋友 甚至找他的同事 找他认识的人 为什么你会这样 因为这就是做父母 对孩子的真心的关怀 真心的关怀是什么呢 就是保罗所描述的 忍不住 如果别人有困难 如果别人在病痛当中 如果别人经历了一个 人生的低谷当中 如果可能这个人在盘缓舞助 这个人可能着急地 向乐国上蚂蚁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自己 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未来的时候 我们今天 一定要忍不住地 去关怀他 去在乎他 去在意他 那当然了 今天的这个时代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意自己的 远远的 大于 在乎别人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管自己的事情怎么样 我们也可能只管自己的光景如何 我们却不知道别人的光景 我们也不在乎别人的光景 有时候我经常在反思一个问题 我说我们很多的时候 可能不在乎别人的光景 和情况如何 但是 如果别人今天所经历的 那个光景或者情况 是你所经历的 你想怎么样 你是不是说 哇我在那个经历当中 我不希望任何人帮助我 我就自己一个人扛着 扛过就扛过 扛不过就拉倒 是不是这样 不会 我们可能那个时候 都向人求救 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 能够推我一把 能够拉我一把 让我从那种困境当中 如何地走出来 所以保罗在菲利比书 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 他说你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他不是叫你不要顾自己的事 叫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教会里面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共同的一个生命 我们都共同的 列宇基督的身上 当手术受损的时候 你其他的部位也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都各自的为肢体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对贴萨罗尼加教会的 那种情况是怎么样 他也非常的着急 忍不住 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世纪 没有网络 交通不方便 雅迭到贴萨罗尼加 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也不是两三天的时间 可以走到的 所以保罗非常的担心他们 离开信仰 保罗非常的担心他们 在犯难当中的时候 站立不住 保罗非常的担心他们 有没有被异端所引诱 各位 我刚刚讲过 但是我们谢敬的世代 有一个现象 对一般的人来说 彼此关怀 并不是一切自然 或者容易的事情 其实在圣经里面 也有说明原因 他说为什么这个末后的时代 人转顾自己 避免麻烦 不想去关心别人 也怕被别人占到呢 保罗在天母太后书 三章一到第二节里面 他是这样去描述 这个末后的时代的 他说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威胁的日子来到 他说因为那时 人要专顾自己 贪案钱财 自夸 狂傲 半毒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他说在末后的时代 很多的所有人的表现 就是专顾自己 而不懂得 分享我们的关怀 去关怀别人生命的需要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 也是这样描述 他说直因不法的死争多了 许多的人爱心 才借借人淡了 他说爱心借借人淡了 是这个时代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时代 是如此的一种现象 我们要去反省 反省什么呢 如果当我们反省自己 关心别人真的不够了 关心别人很少了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在主里面 开始改变 我们要学习 保罗在贴撒罗尼加 教会里面的那种表现 我不能再忍了 大约圣灵给我们力量 大约神给我们力量 其实当我们去关怀别人生命的需要的时候 这就是你一个基督徒 一种生命的分享 我们要学会分享彼此的快乐 我们要学会承担彼此的痛苦 因此当你在与别人分享的同时 我们也肩负着一分使命 这分使命 就是让我们所关怀的生命 能够重新地回到神的里面 让他们可以喜乐充足 圣经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 那第四节里面 约翰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将所看见 我将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是你们与我们相交 是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我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叫你们喜乐充足 所以各位 关怀别人的需要 关怀别人的生命 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会像保罗一样 我不能再忍 但是你这样的关怀 也有一个目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不是关怀这个人 是建立了我跟他个人的关系 他说你关怀人最重要的点是 我们一起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建立好好的关系 这才是一种长久的生命需要 这是基督徒 乐与分享的第二点 就是分享我们的关怀 关怀别人生命的需要 基督徒要分享第三个很重要的点 就积极地与人分享信仰 如果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你每天打开报纸 你每天打开网络 你每天打开电视新闻 你看到的是黑贴鹅 满贴飞 这个世界里面所看到的很多 就是损人听闻的故事 这样的新闻 一贴一贴地在告诉这个世界 这样的新闻 一贴一贴地来告诉我们 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的希望 不在这个世界 我们人终极地盼望 终极地那个希望 不在这个世界 因此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 是的 人的终极地盼望 不在这个世界 那有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人 却还在这个充满着 黑贴鹅的世界当中 去寻找他的盼望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能做什么呢 上帝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 上帝也赋予了我们一个能力 和一种使命 这个能力和使命 就是上帝希望我们 这一群已经生命被改变的 他的儿女 将神的光 将神的生命 带给充斥着黑暗 和使尽的世界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群人 我们要改变那种习以为常的 罪性的思维 惯性和撇界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希望 让我们这一群的人 把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 带给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 从没有希望当中 恢复他们的希望 恢复他们生命的价值 恢复他们 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 那我们到底如何改变我们的偏见 打破我们自己那种 舒适的惯性的思维呢 我们只要效法 我们的耶稣就够了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说 到底耶稣是怎么做的 到底祂是怎么行的 各位耶稣怎么做的 首先 耶稣祂是神 祂愿意为了我们的缘故 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是为了 让你在黑暗当中 看见亮光 让你在绝望当中 能够看见希望 让你在痛苦当中 能够充满喜乐 让你在永远铁不满的里面 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这是耶稣所行的 除此以外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榜样 如果我们打开圣经 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个故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耶稣遇到了在井边打水的那个妇人 你知道那个妇人不是一般的妇人 因为那个妇人在她所居住的地方 声名狼藉 因为她复杂混乱的婚姻关系 让人人避而远之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耶稣并没有对这个妇人视而不见 她并没有对这个妇人保持距离 相反的是 耶稣特意改变了她的路程 经过这个地方 并且主动地跟这样的一个妇人说话 结果呢 不仅仅 当光照进来之后 那个妇人被吸引了 那个妇人被更新了 那个妇人被得救了 但是神很奇妙 却借着这个刚刚得到了光照的妇人 这样的一个渠道 让全城的人都信主了 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从装备来讲 我们曙光教会 哪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装备 会不会那个刚刚得到福音的那个妇人差 但是那个妇人 也能够成为全城的祝福 猛受了极大的恩典 因为这一切是什么 这一切 耶稣的开始 他不向这个妇人定罪 他同样把这个有罪的妇人的生命 看为宝贵 以至于我们的耶稣 他就用他的亮光 用他的生命 去改变了这个宝贵的生命 让这个在黑暗当中的妇人 愿意去面对光 各位在座的我们不是一样吗 我们原来也生活在黑暗当中 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走出来面对光呢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神所翻转了 那我们这个被改变 我们被翻转的生命 是否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妇人一样 成为神改变别人的一个器皿 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呢 是的 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一群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神就是呼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来到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盼望通过我们这一群人 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 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看待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眼光要改变 不能用世俗的眼光 也不能用自我的眼光 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看世界 让我们去关注我们身边的人 朋友和同事 为他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盼望 当然我们也不要惧怕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神的工作 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 神必定会祝福 神也必定会赐给我们力量 最后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故事 我在很久以前 在我们华人有一本杂志 叫《生命纪刊》第46期的里面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福音单章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什么呢 他说这个故事讲到 他说一个小镇上面 有一个牧师 还有一个11岁的儿子 他说他每一天 礼拜天早上聚会完了 他会经常带着他那11岁的儿子 去那个城里面发传单 他说又到了一个下午 那天的礼拜天下着雨 他的儿子 11岁的儿子 穿好了所有的衣服 跟他的爸爸说 爸 我都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这个父亲说 你准备好了什么 他说我们不是去大街上发传单吗 那位父亲说 孩子 我们下午不要去了 他说因为外面太冷 又下着雨 他说并且爸爸 还有事情要做 那个孩子对爸爸说 爸 他说难道下雨天 人不会下地狱吗 后来这个孩子 哀求地对他爸爸说 他说爸爸 我可以去吗 我可以给那些人发传单吗 他的爸爸有意义 就告诉他说 你要小心一点 那个孩子说一声 谢谢 就离开了他的父亲 冲进了冰冷的雨中 走在他那个小镇的大街上 他就挨家挨富地去发传单 到了最后 大概分了两个小时 他手上的传单放下来 只剩一张 他说那这一张 我要把它送出去啊 他在路边等了一会 因为下雨天 很少有人从他身边经过 他一转眼就看到 那里有一个人家 一座房子在那里 他就按那个人的门铃 他按了一下 没人开门 按了两下 也没人开门 他就开始走了 他走了几步 觉得说 那是不是我按了之后 有人起来的时候 当我已经走了 他就返回来 再按那个门铃 再使劲地敲那个门 他等了片刻 那个门 许许地打开 打开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微露的声音 告诉说 孩子 我能为你做什么 这个小孩子 用他灿烂的微笑 和明亮的眼睛 望着这个 有气无力的老太太 告诉他说 夫人 打搅你 我实在十分抱歉 到我来 我只想告诉你 耶稣爱你 我来 是要给你我手上 最后一张传单 上面是讲 有关于耶稣和他的大爱 他一别说 一别把这张福音的传单 塞在那个老太太的手中 转身就离去 老太太望着那离去的背影 大声地说 谢谢你孩子 上帝祝福你 这个故事并没有这么结束 到了下一个昨日 就是这位孩子的父亲 这位牧师在讲台上讲道 一开始崇拜的时候 他就问大家说 今天有没有人 想分享你自己生命的见证 在这个时候 在教堂的最后一排 有一位老太太 慢慢地站起来 她的脸上充满了荣光 她说 在今天以前 这个教堂里面 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我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教堂 你们知道吗 在上一个礼拜天 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她说因为我的先生过世了 剩下的我 孤苦伶仃地在这个世界 上个礼拜天 那个天气有特别人 外面有下着雨 我的内心中 倍加孤独 我到了那种 活着没有盼望 我没有活下去的 意志地步 我准备自杀 她说在那个时候 我听到了 好久好久的鸣铃声 我听到了有人 一阵阵地敲门声 我那个时候 心里面想说 稍等片刻 门外的人走开了 我就那个时候 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等啊等啊 好像门铃越来越响 敲门的声越来越重 我在想说 这个世界上面 还有谁会这样做呢 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在乎我呢 因为好久 很久的时候 没有人按过我的门铃 好久的时候 没有人太忘过我了 到底是谁 今天来按我的门铃呢 她说 当我打开大门的时候 让我难以置信 我看到的是一个 我这一生好像 从来没见过 充满贴丝般的 笑容的 这样一个小孩 她的微笑 让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然后她对我说 夫人 我来想告诉你 耶稣爱你 她把这样一张福音的传单 放在我的手中 她说 那个小天使 消失在那个 冰冷的大雨当中 我关上了大门 我开始逐字逐句的 来读福音的单章 然后 我就决定 不再自杀 因为我不需要这些了 因为我因着这个 耶稣基督的大爱 我已经成为 那个永生快乐的孩子了 各位也许去分享福音 我们也会像这个孩子一样 面临的挑战 不管是天气 还是什么 但是直观我们愿意做 也许我们也不知道 结果如何 但是神 一定会借着你 带给别人 生命的祝福 圣经 我们刚才所读过的 约翰一书一章一到第二节里面 我们再一次去看 约翰怎么说呢 他乱到起初 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所听见 我所看见 我亲眼看过 我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写泄出来了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有父同在 去写谢于我们 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 这节经文里面讲得很简单 就是我今天做的见证 就是将这个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要去做的 保罗并且在 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八节里面 他也讲 他说我们传扬它 是用诸般的智能 确解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赢到神的面前 这里经文 他说我们做什么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就是把他们完完全全的 赢到神的面前 所以各位 当你把快乐与别人分享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双倍的快乐 当你敞开自己的生命和心扉的时候 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你会明白 原来分享是如此的美丽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要学会乐与愚人分享 分享自己生命的见证 去分享我们关怀别人的生命的需要 我们去分享我们的信仰 最后我要留几个问题 给大家去思考 第一个问题 你常与别人最 最常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跟不幸的人 分享的内容中 最常常分享的是什么 第二 除了邀请人参加教会的活动以外 你有没有在你社交的平台上面 分享你的信仰 还是你每天分享的是 我衣服漂亮不漂亮 我的食物美味吗 还是说 在你的平台上面 也可以借着你的平台 分享你的信仰 第三个 我们若真的经历过 耶稣的爱和帮助 我们也知道了 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和救主 我们可以 怎么样让自己 成为主耶稣基督 与人子界的桥梁 把基督的爱 带到人的生命当中吗 盼望这几个问题 让我们继续去思想 我们到底有没有 像圣经所描述 所告诉我们一样 我们基督徒 本来就是应该 乐与分享的人 为什么 因为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离世归父的时候 他给我们颁布的使命 就是要我们这么去做 各位 当我们迈出那一步 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 我还是那句话 其实分享 原来是那么的美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以上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起来分享过你的话语 天父 大愿你也是我们 能够脱过这一批的讲道 让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把自己 那最重要的生命 分享给大家 让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 因着我们的分享 让神改变他们的生命 如果那样的话 神 你会高兴 我们也会快乐 那个得到生命的人 也会高兴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天父 求你给我们力量 我们有时候会胆怯 有时候我们会退后 有时候我们会顾及 自己的面子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很多的很多很多很多 觉得自己无法越过的挑战 天父 大愿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迈出那一步 让我们成为一个 乐于与人分享的基督徒 让我们分享自己生命的经历 让我们学会去惯怀别人 让我们去分享 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信仰 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道与你的祝福 领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考主耶稣 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